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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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風聲在傻傻作響 敲打著誰的惆悵 思念在一瞬間生長 再忘了也多漫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了 多亏你那些师兄们 昆仑虚已经恢复成昔日的样子 每天跟大家在一起 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 其实我刚刚还在想 之前就是在这里 师父为我挡了三道天雷 为师将你的阵法和术法 你都记不住 没想到去把这等小事 都记下来了 师父您对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日后 时期也一定会为师父 尽孝道的 尽孝道 师父 您现在口渴了没有 我去帮您煮一壶热茶来吧 不用了 你去忙吧 好 那我就不打扰师父了 我先走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叫你给困住了 你的琴棋书画都是我教的 你想要赢我 难了我 对 你就 多了 把您带来 有 跟我的 四哥 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 你这走来走去的 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 八九不离十 四哥 你随我出来一趟 这昆仑旭真是你的地方啊 和四哥说话都不一样了 等我回来 再杀你一句 又来这首 小瞧人呢 走 四哥 算了算了 我还是帮你摆一局等你回来吧 省得你输了又不高兴 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 四哥 帮我个忙吧 怎么 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 现在知道求我了 小事 小事 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 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 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 能让你露出 如此小女儿交态的 除了他 别人我还真没见过 有这个本事 好了 你最厉害了 就是他 四哥 你能不能帮我瞒住 七八炷香的时间 我想去一趟凡间 瞧瞧夜华 你这么费心地做这个 就为了这一点事啊 该不会是怕 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 笑话你儿女情长吧 四哥 你有看走眼的时候 我做的这些 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 毫无干系了 我不是担心师父吗 我怕师父 他担心自己的胞弟 在凡间历劫 想去瞧一瞧 你也知道 这凡间浊气多重啊 师父去了 不是有爱仙体恢复吗 四哥 你这么想我 可真是高估我了 我脸皮这么薄 若是与你七八炷香的时间 今夜我就无需睡了 顶多与你一炷香 叶华他也不过就是 下个帆去立个结束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你都要跟上去 跟得也太紧了吧 那咱们说定了 顶多一炷香的时间 要不然 莫怪哥哥亲自下去提你 四哥 你看 昆仑须下雪了 你跟哲言 这是第一次一通前来吧 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 昆仑须的雪景四海人民 别说是下雪了 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 一炷香就是一炷香 等我赢了哲言 你就要回来 你叫我暗身 怎么啊 这一炷香是处 我用了 就是一炷香的 大家查穴 我跟皮肤吃了 你喝下了 你赢得了 还有 我把这一炷香 我先去守你 这凡间 倒与昆明须一般 也下了许 顺其献则 始月于诸侯 诸侯亲之 荣敌怀之 以正进国 行刑不咎 以免余难 其王不自 无异不知天 兴功非诚 先其得行 顺其献则 始月于诸侯 诸侯亲之 荣敌怀之 以正进国 行刑不咎 以免余难难 停 赵哥你站起来 继续往下念 是 喜欢子娇太奢侈 贪欲武艺 略择行智 甲代居慧 疑疾于难 而赖武之德 以莫其身 都说太子叶华 师从此行真人 和原始天尊 兼顾道法和仙法 是九重天上 从未有过的神童 凡间这些对他来说 也是太热意了 游行 游行 万其谢合 来 来 来 一眼也快 油眼快 九家登了个冰箱子 纵然神同时自作 没有力气能如何 没有力气能如何 干什么 好 不 不能 好 太没规矩了 竟然还在书院 就敢欺负少爷 就是啊 惹了他们十几日啊 走 就行决定他们去 走 不必 天君对自己的孙儿 竟是如此狠心 连凡间李洁也要 让他施了手臂 真是好人多受罪啊 你说少爷那么好 老天爷怎么能舍得 让他少一个胳膊呢 出什么事了 出事 是 只是在做梦了 我竟不是在做梦 你可认得我 不认得 你是谁 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呢 我本是青秋的一位小仙 窥得天机 直到在十年后 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 所以今日 我就想来看看 我未来的夫君 我是你日后的夫君 怎么看你这般神情 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 你很好看 此画可当真 我虽见的女子不多 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 你我日后 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嗯 我这里有一串珠子 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 便让他陪着你好吗 我这里有一个玉佩 送给你 这个送给我的 嗯 嗯 谢谢你 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 好 我也会日日带着她 那我们便说好了 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 我一有空呢 就来看你 等你长大了 我便嫁给你 啊 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 没想到我没想到 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 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 我不过是担心她在凡间 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吧 都说我们白家最善疾的是二嫂 我怎么觉得你刚胜过她呀 四哥 我与你说你也不懂 这天上地下 就你最不懂女人 好 少爷 你醒了啊 清 清 少爷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一个 叫清秋的地方 清秋 好奇怪的名字 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 也没听到过 少爷 还是别找了 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 对呀 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 父子也没听说过吗 没有啊 我凭生月书万卷 从未见过清秋二子 我寻找你去看 我猜到最后的女人 我猜到最后的女人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儿子 えー 你不怕你爹打你啊 我爹他不管我了 是不是二哥想通了 他不再阻拦你们了 没有 只是我爹知道了 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了 他难与不难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 傻丫头 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 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 我怎么样都忘不掉 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 他欺负我也好 我就是忘不掉 可要姑姑忘了太子殿下 姑姑能做到吗 怪姑姑没有推及其人 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 能忘掉吗 忘不掉 老凤凰 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 小殿下 我和莫言上神 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 那你们也要回避啊 女孩子在讲话 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 真是没礼貌 你终于醒了呀 凤九 怎么对姑姑的师父如此无礼 凤九请上神恕罪 对 方才 我 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 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毕竟 毕竟在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 有七万多年了 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 不对 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 震慑四海的样子 一时没有适应过来 还请上神原谅 无缝 正好你今天也来了 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 莫云曾在我那边 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 正好今日享用 那好啊 喝酒可以借酒消愁 愁更愁 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 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食 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 不错 我也记得 我也记得 只可惜 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 就被爱慕师父的摇光上神捉去了 关在水牢里 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 真是难忘呢 他和摇光还有这档的事 深归混沌的人 就不要再议论了 是徒儿说错话了 自罚一杯 是徒儿说错话了 老丰华 你给我讲讲帝君弄过去吧 冬华 冬华 他可是比昔日的莫渊更不尽女色啊 怎么又是不尽女色呀 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小九啊 你可要搞清楚 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 可是曾经的天地贡主 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总之啊 我也蛮佩服你 千挑万选 竟然选了这样一百人 不许你说她不好 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 还不如你的万分之一呢 酒量小才好醉得快 不过哲言 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东华帝君不尽女色 为了这四海搬货 不错 就是为了这四海搬货 不错 千极日和烟枝来 我还能自如上山 如今龙溪在此 竟然我都觉得很难靠近 这么说 莫远上山已经原生归位了 兄台站在此处做什么呢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昆仑须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来看看 莫远上神已经原生归位了 就连哲言上神 清秋的白针上神 我那位姑姑也都来了 原来真是这样 多谢告知 这人真奇怪 听到我说莫远上神回来了 居然一点喜色都没有 莫非 他是外祖人 可能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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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也知道 天族和清秋 都在筹办我跟叶华的婚事 你要接替我的位子 也该收一收心 早点回清秋了 姑姑你让我回去 接你的位子 清秋这一族 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 你不接谁接啊 姑姑也想让我放弃动画 好 姑姑没有这样说 姑姑要嫁给天族 是不能接任君位的 因为姑姑要嫁去天宫 就无法顾及秦秋百姓 可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 给东华帝君 也是要嫁去天宫的 也无法顾及秦秋百姓 姑姑你明明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还要让我接任君位 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 永远留在清秋对吗 小九 你还是忘了她吧 可是姑姑你昨晚明明说过 你也忘不掉太子叶华 因为姑姑你喜欢她 为什么你自己 做不到的事情 要让我来做呢 小九 你听我说 你跟东华注定无缘 你又何必强求呢 我以为昨晚 至少我在姑姑这里 得到了支持 就算白家所有人 都想锁住我 只有姑姑可以给我送吧 仍然我再去试试 让敌君再喜欢上我 我 我不想坐你去 坐你去 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 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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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 我只是跟她说 让她回清秋继任女帝 她就哭成这样 你们两个呀 一个开窍太早 一个又开窍太晚 算了 交给我吧 我先把她平安送回去 你也跟二哥说 别逼得她太紧 放心 你四哥心里有数 你是她的姑姑 你心疼她 我也是她的四叔 何尝又不心疼她呢 哲言担心莫冤的身子 还要在昆仑须多留几日 我就先走了 好 你想见阿英吗 想 我也想 我也想 也许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机会了 太子殿下和她不是就要成亲了吗 到时候 提铁一定会送到大自民宫 君上也能看见她 等不到了 等不到 为什么会等不到啊 不是就快了吗 你看什么呀 小姑娘 你哭得这么难看 倒是昆仑须难得一见的景色 你竟然说我哭得难看 但我就在这儿哭到你看不下去为止 你哭吧 为难的是你自己 对我的为止 你哭得难点 这山洞很好看吗 对于我而言 很好看 无趣的人 是啊 无趣 我是说你是一个无趣的人 我知道 我也在说我自己 站在洞前 回顾过去的十几万年 才发现自己这一生 实在是漫长而有无趣 乖 乖 豫君 二哥见到太子殿下了吗 没有 没有吗 那二哥也没有见到天君 或是东华帝君 为什么没有啊 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 父君会破中而出 用红莲夜火毁灭四海 采取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 如今一届大乱 很多部罗首领 都已经压不住底下的报名了 二哥 耽误不得了 如果父君真的破中而出 万千子民的心 都会信向父君 到时候再去天族请命 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 二哥 你倒是多说点话 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否则我真会急死 燕芝你知道吗 阿吟和太子殿下就要亡婚了 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 正如事关着天族 和清秋的联姻 这将是四海之内 最盛大的婚礼 我曾经以为 我身为异族的皇子 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 最好的婚礼 但是和叶华相比 却显得如此好笑 二哥 我知道你心里都是白浅上身 可是 如今莫言上身也已经原神归位了 他赢在昆仑须 一定欢喜疯了 一定欢喜疯了 莫渊上身原神归位了 那好 二哥 我们就去告诉莫渊上身 我们兄妹二人的命 是夫君增进宫里的法宝 告诉他们昆仑须 如今大哥已经死了 夫君宫里增进数倍 就已经快要封不住他了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颜值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夫君破终乱出 会由谁去封印 自然是莫渊上身哪 东皇中 是莫渊所造 早在七万年前 就已经封印成功过一次 这回 李左当然也是他 你再好好想想 如果阿英知道莫渊要去封印 他会任由自己的师父 再一次魂飞魄散吗 到那个时候 他一定会拼了命地 保护他师父 眼看他就要亡昏了 我不想到他这个时候 出事 可是 我身为义军七万年 却从未为子民 为异界磨过福 终日游荡在人间 寻找丝阴的下落 直到今时今日 倘若我再不做些什么 就真是个浑庸无能的废物 二哥你 你在说什么 你说你 要是可逐人生 天啊 非诚 胡 瘟狸 是可逐人生 我 燕池 二哥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大自民宫 也很快就生下你一个后组 就连一剑 我今日也一并托付给你 二哥 你要做什么呀 我先离 君上 把公主带去金汉之地关押 东皇宗的事情没有结束 就不能把他放出来 不 我不能离开君上 听话 我不能 是不是连你都不想让我这个君上 不 不是的 你自有和我一起长大 除了母妃 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只有把孩子和燕池交到你手里 我才能放心 你懂吗 金上 我可不可以把公主送回去后 我可不可以把公主送回去后 再回来找你呀 不可以 我要你在我死后 帮助燕池成为新衣人义军 你是一界最祥瑞的神兽 有你在燕池身边 没有人敢碰燕池 没了 没了夫君 没了我 他们自然就会承认 燕池这个义军 还不快地公主走 是 几日 走 七日 再给我七日 本军一定能够做得到 这几日落水河巨浪翻滚 也不知是何原因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小心地方才是 又有课来朝拜 天 天长 折颜 你不要闹了 我想睡一会儿 昨天都没有休息好 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 你来昆仑西能有什么正事啊 小姑娘 我走 你来说 我当下车 赵哥 你都会有人居然 他也想起来 我当下车 你才是再看见了 你czy forehead 叶华那些修为 只勉强让她苏醒 眼下她身子弱得很 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 我看你这些日子 不是在药房 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 恐怕连闲下来 喝口茶 润润嗓子的休闲事件 都没有 今天若是没事 去看看你师父 怕她一闭关之后 你们又要许久 见不到面了 师父这次闭关要多久啊 十天半个月有可能 十年也有可能 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父 对了 师父最喜欢桃花了 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 把师父房中的桃花都换了 起来 最喜欢听师父弹琴了 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 清静一些了 是不是多听师父弹琴 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 师父 徒儿明日就去帮哲言 给您炼丹药了 徒儿好几日 都没办法来秦安了 今日特地 将师父屋中的桃花 换了新的 这桃花一日不换 便不好了 我已经嘱咐十六师兄了 之后 日日为您换新的 你今夜过来 为的只是这桩事 师父 自打您回了昆仑须以后 日日都在忙 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 而且 我听哲言说 您之后又要闭关了 可能是十天半个月 也可能是数年 所以我就想来见见师父 我可打扰您弹琴了 没有 记得刚来昆仑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懂事 知道师父琴弹得好 日日都吵得师父要听曲子 你还记得吧 记得 说起来 我都没有听过叶华给我弹琴 叶华对你可好 他带我的好 跟师父带我的好不一样 跟师父带我的好不一样 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 那便好 下雪了 って 大人 öglich Chop 龙子 你 来 阴错阳差 阴错阳差 上神在想什么 如此出身 我是想起师父以前经常说的 说你们昆仑须的弟子 最好酿糖和蜜 那都是哄小孩子的东西 甜得要命 上神也有兴趣 很甜吗 那最好 帮我装点回去嘛 珍珍从小就最爱吃甜的 从小生病了就不可喝药 非要是甜的才可喝 珍珍 上神什么时候成了婚啊 不是我的孩子 是白真上神 也对 也对 跟哲言上神相比 白真上神还真是个孩子 我这就给您多装些许 师父是不是冷了 我把窗户关上吧 不必了 隐身来 师妻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都怪我 忘了师父还要好好调养 师妻先告退了 作词 李宗盛 泛花落地成霜 你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不思量 自难向往 遥遥桃花亮 前世你怎设想 这阴海情茫茫 还故作不痛不痒 不坚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恨顾着我 千见岁月浮满爱人秀 天片芳飞入水流 亮亮天一脸月一身花色 露入五季伤情 察 XL 中心已在这 一脸月一身花色 解 ç 三天一楼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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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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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梦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两心里何时还会穿上 又见树下一盏风寸 若花又已流水无尽 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